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以把我当成是老师 可以把我当成是你的一个好朋友 没有关系啊 我以前数学也很容易算错 然后但是因为后来很喜欢就会 在家里奶奶没办法教她功课 这是朱慧娟最期待的时刻 一个星期有两天可以跟大学生姐姐见面 你要跟我分享你的梦想吗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西点词 去学一些甜点 那我跟你分享我的梦想好了 我的梦想我想当一位老师 我的网路客服我的设计是一个孩子 我会配两个大哥哥大姐姐 那我们学办计划就是补那个功课之外 还有建立那个信任的关系 其实我最喜欢听到我们的小朋友说 我有一个大哥哥大姐姐是大学生耶 今天是教育训练的日子 福大大礼堂来了460个不同学校的大学生 将近10年 宇慈涵总是站在台前用尽全力 要教大学生怎么扮演好一个 网路客服老师的角色 让偏乡的孩子感受到爱 我要你们告诉自己 你要陪这样子的小孩 至少一个学期 在这个学期里面 你就做他一些学的大哥哥大姐姐 而且记得这个孩子的故事 这个孩子会感觉到说 有人看中我耶 一整天下来 最后一堂课很特别 自发性来报名的大学生 没有人打喝歉不专心 他们知道接下来面对的挑战 考验着强大的意志力 跟你说实话 这些孩子不好教 所以大学生你在 带这样子一个小孩的时候 你要牵他的手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 你有不好受 这也是呂慈涵自己深刻的体会 在接下计划之前 他就是个常往山上跑的老师 偏乡孩子的困境 一张张无助的脸烙印在他心田 后来义无反顾 接下偏乡教育 关怀中心主任的担子 为了推动计划 他又在山里走了一年 他说只有这样 才能了解孩子的需要 才能体会偏乡老师的困难 我们在定这个偏乡计划也好 网路客服四位学办也好 一个很基本的就是 请所有的计划 做偏乡老师的小帮手 而不是去外 再外加一个 让他们觉得负担好重 那我一定要走到 他们的场域去了解 听孩子的语言 好 听他们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 我觉得 你看到当下他的那个眼睛 你会觉得这里的孩子是 太辛苦了 偏乡老师的无力 孩子被迫提早长大的无奈 每个故事都让他揪心 要推广网路客服计划的当下 呂慈涵先从一个偏乡小学 从拜托一个校长开始努力 我说校长如果我们 不把这个国家型的计划 下定决心写一个model 所以有很多的计划 大概就是实验做完了建立档案 实验做完了建立档案 不是把预算争取来之后 做做样子而已 定期的教育训练 交观念 大学生要学习 怎么信守承诺 对另一个生命负起责任 炎火虫是什么 它够小 因为小它才能够钻到角落里头 去看到痛苦 了解吗 所以等一下你们在哪一间上 灿灿吧 吃饭了吗 谢谢 辛苦 拿着设备 谢谢 用生命陪伴另一个生命 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可以为了你 牺牲自己的时间 网路客服现场 有的学生在走廊上解决晚餐 删着另外一头 就是很多小孩在等着 等着你们给他们上课 对不对 那你们食物没吃完怎么办 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时间会变少 因为你会有一个晚上在这里 然后你也要花时间做教材 就当然还是会变少 可是就是你自己知道 你现在做这件事 是你想要做的 你就不会觉得 就是很可惜 一对一教学 是需要勇气的承诺 因为只要任何一方 迟到旷课 课就上不成 大学生要自己做教材 要让小学伴们 敢开口问问题 甚至跟你分享心事 我可以听你说 然后帮你解决你的挫折 然后让你往你的梦想 可以更进一步 你知道我很感动的是 我曾经听过一个小大一 就讲说 老师我会担心 他将来怎么办 其实我听到一个年轻人 去担心另外一个陌生的 弟弟妹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希望就在 以前在身上认识的孩子 屡次还没忘掉 就算托付给大学生上课 还时时追踪对方的情况 秦峰 阿嬷还有上山 阿嬷还有上山养鸡吗 阿嬷还有上山养鸡吗 真的喔 前一阵子阿嬷不是身体 不太舒服吗 我是别人跟我讲 老师你知道这个孩子看到你 他会想要摸你的衣服 摸你的衣角 那我自己觉得 不管孩子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身边的人可以做到 让孩子愿意亲近你 全台湾25所大学 一共有2500个大学生 来当网络客服老师 1200个偏乡孩子 在学习资源匮乏的情况中 能够得到大学生老师的额外辅导 不过这却也只占了 偏乡学童的1% 还有99%的孩子 需要伸出援手 于此还不放弃 他训练助理到各大学 招募大学生 只要还有力气做事 孩子就还有希望 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困难 很困难 所以我只有不断地去 让老师看到这件事情的价值 还有不断地告诉我们大学生 你要教好 偏乡老师才要接计划 白红吗 小谷你好 孩子们还好吗 是吧 OK 五谷天主堂 孩子们一下课 就迫不及待来了 不是打线上游戏 一样可以很开心 其实偏乡的意思不是说很远 而是说被忽略的地方 那像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这样路过来 就是五谷的角落 要在都会角落设一个据点 一开始可没有这间教室可以上课 宇慈寒决定就算没经费 也咬牙硬撑 五年前吧 这边 这边是一个废弃的仓库 砖只有到这里 上面是草房 那孩子要上课 怎么办 没有地方 我们也真的找不到钱 盖教室 结果是一群工 有爸爸妈妈被感动了 帮忙出钱出力 所以才有力量去爱人吧 当了24年辅导老师 宇慈寒总是关心别人的孩子 常忘了自己也有三个女儿 需要妈妈陪伴 一个月前嘛 我们家老三他念大一嘛 我就跟他说 你怎么学校活动那么多 因为银心嘛 他说了一堆 老三只有冷冷的跟我讲一句话 说 妈妈过七八年你都没有管我 你现在为什么要管我 对家人当然迁就 但始终没办法割舍的 是那一张张无助的脸孔 看到他们现在能开心的笑 安心的学习功课 他说没有离开的理由 就是对生命负责而已 那这个 这件事情还没有到 这个计划还没有到 他成为基础教育的机制 他自己可以跑的时候 那我走 那之前的人跟着这个计划 又算什么 好 我的名字是Sam 你不是叫做G 快乐 我的名字是 11岁 从不会说英文到慢慢有点成果 这是每个大学生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吧 今天的客服课还有意外惊喜 是像家人一样才会把你放心上 会提醒你天凉了 要把外套拉链拉上来 大学生已经上研究所 今天来看以前辅导过的孩子 他一直很希望我继续教他 社会觉得他很喜欢听故事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我没办法继续 因为我有爱与课业的那个欢喜 喜欢带吗 不是不喜欢 糖果 不是 打开 是糖果 离开电脑 偶尔会有这样温馨的小剧 宇兹涵也安排家庭日 家长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孩子 大家有个地方可以突突补水 不想打气 那我刚才讲那个家庭日要记得 我们一起要变成一个家人 好 不然我就不要做了 不要 我们谢谢林老师给我们 不要不要 下课了 奶奶来接慧娟回家 许多孩子也希望 有人能紧紧牵着她的手 吕慈涵一直记得这个承诺 所以她说 就算这条路再难走 也要坚持下去 就算我的母亲没有放掉我们 那 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在这个时代 如果可以承接这个角色 的话没有放掉 我知道很困难 但是我们试试看去做 这样